第2159集 洛尔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变成如此 背后可能隐藏着天大的事 对了,龙承天 如果能找到龙承天前辈 我应该能知道一切 叶尘难难低语 虽然天魔动明眼不能看穿背后的迷雾 但隐约之间 他也感觉到龙承天是一个关键 只要找到龙承天 就能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 如果没猜错的话 龙承天应该还在无尽海域 去看看 夜沉目光一凝 立即撕裂虚空前往无尽海域 无尽海域上海浪翻腾水花四溅 一派汹涌的气象 海底的煞气消失得差不多了 至于龙承天 根本没有 显然是不久前离开了 龙承天前辈走了 并且当夜沉降临无尽海域 他却发现 龙承天的因果踪迹 已经彻底消散了 显然 龙承天不会再来此地 不过在这无尽海域上 夜沉却是捕捉到了 司空烈的因果痕迹 司空烈怎么会来这里 无尽海域属于05大陆的地界 司空烈如果出现在界域城 可能还能解释 又为何会在这无尽海域出现过呢 莫非和夜路尔的变化 龙承天的失踪有某种关联 如果能寻到司空烈的尸体 或许能有所发现 夜沉凝神感悟捕捉天机 冥冥之中果然感到了司空烈的气息 他当即沿着气息飞升而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发现自己来到一片地宫之中 幽暗的地宫 弥漫着一丝丝的血腥味 令人胆寒 夜沉一步步前进 只感到前方的血腥味 越来越浓烈了 终于他来到了地宫中央 这里密密麻麻布满了尸体 每一具尸体 都穿着地渊垫的服装 尸体上面残留有 天行五绝阵的煞气 显然他们都是被耶路尔杀死的 司空烈的尸体也横卧在了地上 身躯破裂死不瞑目 这里果然是英国的原地 夜沉头皮发麻 包括司空烈在内 所有地渊殿强者的尸体 伤痕只有一道 也就是说 他们是被耶路尔秒杀的 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耶路尔的实力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夜沉仔细查探 还发现了一片片残落的龙林 上面有龙成天的气息 此外 他还找到了地势天的卷轴 展开一看 上面是地渊殿的法令 要司空烈带人抹杀叶洛尔 许多的恩怨 许多的因果 在这一刻不断地串联着 夜沉似乎捕捉到了什么 可惜背后的因果禁忌太大 他不能窥似 脑袋隐隐作痛 罢了 强行窥似没有好结果 只能慢慢查探了 夜沉摇了摇头 宁神看向四周 地宫之中 处立着一座座的神龙雕像 可惜 随着大战落幕 许多雕像被毁坏了 倒塌在地上 雕像间的阵势也完全被打乱 夜沉看不出什么 如果雕像完整摆放 他或许能洞察背后的因果 但现在却什么都看不出来 线索又断了 夜沉在昆仑须的时候 就答应过夜洛尔的师父 一定会好好守护 现如今夜洛尔出世 他却不知该如何解决 关键 夜洛尔那陌生不再灵动的眼神 对夜沉来说太深刻了 这种无力感让夜沉烦恼至极 不对 应该还有一条线索 我忽视了 那便是九天神龙殿 夜沉低声自语着 冥冥之中 他还捕捉到了一丝因果线索 这条线索 源自九天神龙殿 如果前往九天神龙殿 说不定能查到什么 夜沉当即离开地宫 撕裂虚空 奔赴九天神龙殿 沿着线索的因果踪迹 夜沉举步来到了一座大殿 这座大殿非常荒僻 殿宇已经破落了 布满尘埃和蜘蛛网 在大殿内却是困着一具龙尸 被无数锁链智库 这具龙尸已经干枯了 但隐约间还弥漫着一缕神光 显然是不久前陨落的 这是一头域外的神龙 夜沉抚摸着龙尸 依然感受到一缕隐藏的恐怖气息 这显然是一头域外神龙 不知何故被囚禁在了此地 活生生被消耗致死彻底陨落 这地方和陆尔的改变 有什么关系呢 线索在哪里 夜沉一阵疑惑 环视四周 却突然发现在大殿的墙壁上 尘埃珠网遮眼间 似乎有一幅壁画 诶 他一阵惊讶 慌忙走了过去 将尘埃珠网拨开 却现壁画之上 印着一个少女 接受仪式的画面 背景是无尽的黑暗血海 旁边站着一个青年 这个青年的身影 和他本人却是非常相似 而在无尽的黑暗血海里 隐约间 还有一座座神龙雕像的画面 那神龙雕像 似乎和他在地宫里 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是 夜晨看着这幅壁画 暗暗心惊 却见壁画底下 还有一行字 被无边的黑暗吞噬时 除了前进 别无他法 除了前进 别无他法 夜晨低声喃喃着 隐约之间 似乎感到 叶洛尔的异变 和自己的前世有关 这幅壁画带给他巨大的线索 叶洛尔的异变 和他的前世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具体的因果 他也无法亏损 罢了 以后再慢慢追寻吧 真不知前世的轮回之主 补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局 若是我能恢复全部记忆 或许就明白了 眼下 叶洛尔虽然改变 但至少应该没有人能伤害他 他绝对安全 夜晨摇了摇头 当即收敛心神 离开九天神龙殿 撕裂虚空回到戒狱城 戒狱城中还有许多因果 他还没有了结 这因果的源头 似乎在戒狱城的边缘之地 夜晨当即飞身而起 遇风前往 抵达因果原地 他却看到了一座宫殿 烟云飘渺 灵气非常浓郁 挂着一块牌匾 印着陈烟殿三个字 陈烟殿 陈烟殿 和上古女武神有什么关系 夜晨暗暗惊异 宁神一看 却见陈烟殿外站着一个男子 依靠着巨剑 正是那对自己有着诸多恨意的强者 杜清风 可是此刻的杜清风 表情极度古怪 因为当时 他的灵石感应之下 夜晨明明自爆了 而且在那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活下来呢 但是眼前的事实 仿佛在狠狠地扇他一巴掌 对方还活着 杜清风将疑惑压制 小子 你怎么来了 杜清风看到夜晨 顿时呵斥起来 司清他在哪里 夜晨降落下去 看着杜清风皱眉问道 他冥冥之中捕捉到了 几司清的气息 似乎就在附近 你没资格见我师妹 给我滚 杜清风拔出巨剑 却是杀气腾腾的模样 现在夜晨身边 没有那头凶兽 他倒是不惧夜晨 而且他也猜测到 那头凶兽 吞下了上界之物 需要闭关炼化 夜晨眸自一宁 得到了毁灭之尊的传承 对于杜清风 他倒是没有太多畏惧 虽然杜清风的实力 可能超过了李慈 但夜晨不会像上司 那般狼狈 几司清有他的选择 我为何不能见 夜晨冷冷地说道 下一刻 杜清风眼眸中怒火燃烧 这是什么态度 如果是上一世的轮回之主 他可能忌惮几分 下一刻 杜清风动了 周身狂风席卷 无尽薇压向着夜晨涌动而去 这薇压足以让夜晨明白 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 他不会杀死夜晨 但是会重创对方 而就在那如山的威压 要碾压夜晨之时 夜晨却是纹丝未动 嘴角反而勾勒出一道笑容 毁灭神道 破 短短五个字 那滔天般的威压 竟然彻底消散 趋于毁灭 杜清风微微一正 他的瞳孔放大 这才多久 这小子竟然突破了 混沌镜五层天 不光如此 其身上的毁灭神道 竟然加强了这么多 这实力的增长 似乎已经远超一个小境界 能带来的收益了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妖怪 杜清风很清楚 一旦夜晨再次成为轮回之主 这一世的师妹还会重蹈覆辙 他绝不允许此事发生 杜清风五指一卧 地面震动 那巨剑猛地飞出 落在了他的手心 强大的血液 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杜清风起了杀意 就在杜清风要动手的时候 一便突起 夜晨 夜别我 就在这时 大殿之内却传出了两道 带着喜悦清脆动听的声音 只见两道身影 一道典雅温稳 一道青春可爱 从大殿内走出 正是几思青和几林 夜别我 你怎么来了 几林激动不已 紧紧挽着夜晨的手臂 他虽然知道自己要矜持 但是不知为何 和夜别王相处还是蛮愉快的 吉小林 好久不见 夜晨看到几林 心里也是高兴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夜别王 都说了几万遍了 不要摸我头 我长不高 你负责 我几林不再是小孩子 你下次再摸我头 就要去华夏 给我搞一顿零食 哦对了 夜比王 我们什么时候去华夏呀 好久没去华夏了 都不知道那里怎么样了 我从华夏带来的零食 早就吃完了 这神国和灵武大陆的东西虽好 但是没有华夏的辣条和薯片有灵魂 哦对了 夜比王 你见到了我 一点都不意外吗 几林圆圆圆的眼珠子转动着 一口气抛出了诸多问题 我早就知道你在这里 夜晨微笑着 本想捏捏他的小脸蛋 却被后者躲开 甚至几林手心涌动了一丝毒意 仿佛对夜晨接下来要对他做的行为严阵以待 夜晨在来介玉城之前 他就开启过天魔动明眼 捕捉到了许多因果 也发现几林的存在 知道两人迟早会有重逢的日子 你怎么知道的 几林很是好奇